客人退房後 房屋人員進去換床單 枕頭套 清潔整理迎接下位房客 高雄知名飯店 裝潢精緻整齊舒適 但卻有房客PO文控訴 標題住宿驚魂記 說自己連續入住 卻被房屋闖入 當時這對情侶熟悉 也沒有穿衣服 但睡前有按下請勿打擾按鈕 以及打電話高知櫃台 但還是遭到房屋人員闖入 說要打掃房間 情侶當場驚醒嚇壞的 氣炸退房 很誇張 但是沒辦法能夠接受 就是說非常的不舒服 裡面的隱私 是必須要受到重視 房客控訴房屋人員亂闖入 PO文底下網友留言 說這也太可怕了吧 要記得鎖上安全扣 難道是員工教育訓練不夠嗎 或是櫃台通知錯誤了呢 這位心境的同仁 他也嚇一跳 然後也不頻頻的跟客人說 對不起 對不起 隨後就進行通報 飯店認錯道歉表示 未來會加強新進員工訓練 避免再發生誤闖事件 搞砸辛苦經營的品牌形象 記得蔡武員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